嗨我是魏力 你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今天我們待遇的是魏力研究室 用研究改變你的財商視野 今天的題目是00946的篩選機制研究2 說明書中提到這個魏納量比例是什麼 那最四化比例組成的三要素 魏力魏納量比例的排序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這一次跟大家做這個討論內容 在上一集我們其實有觀察了 這個00946篩選指標跟排序方法的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 其中我們還留下了一個伏筆 就是魏納量比率 這個題目還沒有研究 那這一集我們就來研究看看這個專有名詞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人 你這個公開說明書打開來 講實在的 就算你想看也許你也看不懂 那甚至你可能也沒有什麼時間研究 那如果你也沒研究過的話 那就跟著我一起研究看看 因為我本來也不知道嘛 我就翻一些資料去了解一下 它可能是什麼東西 當然講的未必是一定是正確啦 但是你可以聽聽看有沒有符合邏輯 當然如果你有更好的解答 你可以在留言的地方再跟大家做分享啦 首先要先提到這個證券 證券的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的第10條 這個東西其實跟現在要講的這件事情很有關 就專有名詞很有關啦 那證券投資的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10條有提到一件事是 每一個基金投資於任意上市或上規公司股票的股份總額 它不能夠超過該公司已經發行股數 這個股份總數之10% 那所經理的全部基金投資於任意上市或是上規公司股票的股份總額 不能超過該公司已經發行的股份總數之10% 講這個非常的長啊 其實這要講什麼意思呢 他說其實你在一個基金管理公司 有可能他會管理很多個基金嘛 那所有這些基金的合計投資在同一檔股票的數量 應該這樣講同一次成銷中的股票數量 不得超過該次成銷總數的10% 也就是說假設這個基金公司 他旗下有很多基金 比如說他有基金A啊有基金B啊有基金C啊 你看很多投信他手下有很多的不一樣的基金嘛 這個ETF嘛 那這些基金合計最多只能買入10萬股 那該次成銷的總數就是10萬股 這個規定其實就是為了要防止說 單一個基金或是一家基金公司啊 對於單一成銷的股票投資過多 避免說過度集中的風險 是為了要保障投資人的利益 那為納量比例喔是什麼東西啊 這我們來討論看看 其實如果你去看公開說明書啊 他裡面就有提到一件事是指說 貴納量比例是發行市值乘上4% 再除以玉擬資產管理規模啊 你看完有看懂嗎 哈這個是不是 其實有很多ETF他有寫到這一段 說明書裡面 指數說明書裡面 其實有寫到玉擬資產管理規模 記得是在00940 也有跟大家做分享 這裡提到 設定玉擬資產管理規模 之所有追蹤特選 台灣科技高息成長指數的公開發行基金 他的資產規模無條件淨位至 新台幣250億元之倍數 那這裡有提到說 如果你沒有達到250億元 就會以新台幣250億元去設算 另外呢 說明書上有提到這個流動性比例啊 他這個流動性指標 乘上10%再除以玉擬交易金額 所以你看哦 他首先他有講了一個 他預計的資產規模 再來這裡要講到的是 交易的金額是多少 那這裡會提到說 利用設定集聚的方式 比如說你的玉擬資產管理規模 還沒有達到1000億元 那他就會設定 10億元的這種玉擬交易金額 那如果你是1000億元以上 那未滿2000億 那就會設定在20億元 以此類推啊 2000億元以上 他就設定在30億元 也就是簡單來說啊 基金規模在1000億內 單檔最多就是買到10億元的意思啊 好我的理解是這個樣子 這裡再來提到說 未納量比例的公式 從這個公式 其實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未納量比例啊 它是什麼 發行市值乘上4% 除於玉擬資產規模嘛 那未納量比例 其實就是反映的基金在某一個個股上 最大的投資限額 佔總資產管理規模的比例 其中這個4%的作用是幹嘛的 是為了讓公式的市值 可以做到縮小稱 特定的比例 才能夠做排序 那這個4%怎麼來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那量比例的數學含義比較像是 因為玉擬交易金額 在基金規模1000億元以內 設定就是10億元 代表說 規模250億元的基金 最多花10億元 投資在某一檔個股上面 因為ETF裡面是買個股嘛 通過個股的市值來去換算出 預定可以買進個股的總金額 那得到這個金額之後 再除以250億元 那計算出這個個股 佔整個250億元的比例 這個就是他未納量比例裡面 這個4%的由來 也就是10億除以250億 就是4% 如果當這個玉擬資產規模 沒有達到1000億的時候 玉擬交易金額設定是10億元 那如果在玉擬資產管理規模 在250億元的時候 這意味著說 基金最多可以花10億元投資在某一檔個股裡面 這個公司的4% 我們可以來算一下計算可投資金額 比如說 公司裡面這個4% 可以看成說 將玉擬交易金額 花弧10億元 相對於玉擬資產規模250億元的比例 那也就是剛才所提嘛 10億元除以250億元就是4% 通過個股的市值去換算說 到底可以投資多少金額 發行市值乘上4% 就是指說 這個基金在這個個股上 最多可以投資的金額 比如說 個股的發行市值是 這個市值是100億元 那100億乘上4%就是4億元 那你換算出來 這個4億元的結果 就是100億元 乘上4%就是4億元的由來 最後我們再把這個金額 除以玉擬資產管理規模 你就可以得到 這一檔個股 佔整個基金的比例 比如說 未納量比例就變成 4億元除以250億元 就等於1.6% 那這樣子的計算過程跟公式 確保了在不同規模基金裡面 每個個股所佔的比例合理 而且不會過度集中在少數個股票上面 達到分散風險跟投資平衡的目的 所以為什麼搞了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公式呢 其實它重點就是希望說 投資不要只是 你只有把很大的一個數位啊 通通投資在某一檔個股上 或者是導致了 投資太多了 在這個個股上 它造成這間公司 它所發行的股數有一些流動性的風險 第二階段裡面有提到說 未納量比例的排序目的 那這裡第二階段 它通過第一階段的 個別股票的最市化比例 那這裡有提到這個最市化比例 它其實是通過三個因素 因素組成 有哪三個 第一個就是10% 第二個就是股票的未納量比例 第三個就是股票的流動性比例 這三個裡面呢 它又要取最小值 需要排序最市化比例 沒有達到0.2%的股票 高的未納量比例是代表什麼 代表基金在這個個股上 可以投資比較多金額 那低的未納量比例就代表說 基金在這個個股上 可以投資的金額就比較少了 所以它的邏輯含定是這樣啦 那數值比較高的 排在前面 這樣可以確保說 基金優先考慮那些 具有比較高投資潛力 或是較大投資空間的 這種個股 從而實現最佳的投資組合配置 那未納量比例是投資管理當中 一個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控制跟管理的工具 來讓在基金在投資 在不同個個股之間的資金配置 那就如剛剛所說嘛 就是一種風險管理的一種方法 最後我們來到這個結論的部分 其實個別股票的最市化比例 我猜很多人看了 這很多投資人看了 其實也看不懂 因為你光看這個名詞就很抽象 到底什麼最市化 最市化目的是什麼 我們來簡單說一下 排序的第二階段 會用最市化比例 來排出順序 那比例比較大就排在上面嘛 代表說 你這個上限是10% 然後跟未納量比例 還有流動性比例的三者 你取最小值 就代表說可以投資金額的上限 簡單來說 它用這樣子的公司來去找出 可以投資在這檔 個股上面的上限金額是多少 接著呢 它會去做出順序 排序的順序 降低因為ETF資金灌進去之後 導致的流動性風險 或是佔成分股的股份過多 影響市場的情況 這也是法規上的要求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解釋法規 就是因為有那個法規的存在 於是基金公司或是指數公司 他們在設計 ETF的指數 或者是講指數公司 它設計指數 它就會考慮到這樣的情況 因為要符合法規 ETF的資金 太多灌到個股當中 會有什麼問題 會有什麼風險 不能通通買下去嗎 欸 到底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就是市場的價格施增 這些股票的價格可能會怎樣 大家都在講什麼 吃 比如買00940要吃豆腐什麼對不對 這些股票的價格 它有可能會因為 ETF的資金灌進去 而導致它這個個股的價格提升 有可能會被推高 超出它的基本面的價值 是因為 單純 因為錢太多灌進去了 導致它價格漲 就這麼簡單 跟它這個公司本來的獲利能力 可能未必是成正比的 這個會導致市場價格跟實際的價值脫節 我們知道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是什麼 這公司它應有的價值市場 要給予它合適的價位嘛 價值跟價位永遠不一定是等號 但是在有效率的市場裡面 理論上應該這是要趨近等號啦 那當然有些價值性的投資人 他會先看到 這公司它可能有一個成長的動力存在 但是它的價格還沒有跟上 未來的價值 於是它提前做投入嘛 所以市場的價格跟實際的價值 如果產生脫節 它可能會產生什麼問題 形成資產泡沫 那一旦資金流出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ETF它可能會換股 那這些股票的價格 可能就會迅速的下跌 導致投資者一些損失存在 那流動性風險 ETF大量持有個股 如果本身這些個股 它交易量不大 當ETF它要大規模買入 或賣出這些股票的時候 它可能就引發起 這種流動性風險 可能導致買賣的價差擴大 交易成本增加 而且在市場波動的時候 可能會難以找到對手 來進行交易 你想賣沒人要買嘛 你想買沒人要買 來就是出現流動性的風險 再來就是波動性的增加 這些個股的價格 波動性增加 尤其是市場的情緒變化 或者是 ETF的資金流動 突然變動的時候 這可能會導致投資 面臨比較大的市場風險 再來有可能會影響到 公司的決策 當ETF大量持有某些個股的時候 這些個股的公司啊 它可能會受到來自 ETF的一種 比如說管理者 或是大股東的壓力 當然它到底有沒有受到 ETF的經理人壓力 這個我不知道啦 那大股東可能會有一些壓力存在 進而符合投資策略 進而要做出符合 這樣子 可以被ETF 納入的這種投資策略 而不是根據公司長期發展 而進行決策 這可能會影響到公司長期發展 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 這個我們來舉一個簡單案例 你會發現喔 有些公司 怎麼樣 它為了要受到高股息 ETF的青睞 公司的決策者會怎樣 我就想要 想辦法讓這殖利率好看一點嘛 對不對 我就要發股息 也許公司賺沒那麼多錢 但是不管我用資本公計 還是什麼反正我就有配息 可能也還配的可以 那但是公司要營運啊 它沒有那麼多錢啊 那怎麼辦 再增資嘛 再去跟股東要錢嘛 其實如果是這個樣子 它就未必是一個好事情 我們比較希望的公司 它是好公司 它是有價值的公司 應該是怎麼樣 它是真正的 公司有賺了這麼多錢 於是它願意分配給股東 享受投資公司 跟公司一起成長的這個甜美成果嘛 這個才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可是如果有些公司 它為了要讓高股息ETF 青賴它 那它做出了 讓股息配發變好的 這樣子的決策 這未必對公司整體來說 是好事喔 這未必是好事 那你就去 沒有錢可以做研發投資 結果你又要先發股息 最後再去增資 去跟股東要錢 最靠腰是什麼 結果大股東自己棄權 我也不要 不要去這個增資 我也不要去買公司股票 你去看有些個股超好笑 它自己公司的決策人 或是公司的一些大股東 當公司在增資的時候 自己都不買 因為那公告會寫嘛 他們棄權棄權都不要買 那你很好笑 那你又缺錢 結果你又發了股息 最後增資 結果自己大股東又不買 你自家人都不買 然後叫這些小股民買 誰要跟你買 所以我就覺得 這種東西就是 你如果單純只是為了要 讓你的公司納入高股息ETF 讓這個資金可以灌進去 讓你的公司的市值 比如說市值 或者是你手上的這個資金運用 可以更多 做了這樣子的投資決策 那未必是真正的反映了公司的 實際上價值 這當然這是題外話 我想就是跟大家做這一次的分享 要告訴大家 它為什麼ETF裡面 會做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跟應用 總結一下法規上的要求嘛 那再來就是 避免說影響到這些成分股 導致它一些流動性風險 分享總是單純的快樂 期待下次再見